2002年的春天 海斯勒的那个学生Emily 就是跟那个叫什么 那个电器厂那个工人同居的那个 那个小总管同居的那个 她呢决定离开深圳啊 一个学期她呢来到了北京 她在北京的一个大学啊 找到了一个私人的一个英语培训课程 周末呢她就有时候啊会跑进城 来看那个海斯勒 俩儿啊一块吃个午饭到处逛一逛 有一天下午呢她就跑到海斯勒的公寓来了 今天来啊是因为她要拿一份海斯勒 送给她的纽约客的那个杂志 这个为什么要特地这一期送给她呢 是因为这里边有篇文章就是写她的 她曾经啊读过这个文章的草稿 还帮海斯勒啊核实了一些文章的内容 这个呢但是是第一次啊她看到正式发表的版本 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啊 其实那个文章里边有很多的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 比如说吧现在你去深圳啊已经不再需要边境通行证了 呃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 而政府呢也正在那商讨啊要不要把那个围墙给拆掉了 艾米丽呢就坐在这个公寓的沙发上啊 完了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 上面呢就有一个她的那个素描 这是纽约克啊邀请了一个艺术家专门给她画的 艾米丽啊就用手啊捂着嘴巴在那笑 哇我脸这么大呀 其实啊知道这个纽约克的人都知道 她都是用那种漫画式的那种插画的那种感觉啊 在这个为了让这个杂志啊更活跃或者说呢有点意思 所以她这个里边啊 这个艺术家呢是照着这个艾米丽的一张照片画的一个素描 聊聊几笔 完了就是高高的颧骨啊 丰满的嘴唇啊 完了背景呢就是用聊聊几下啊 就描绘出这是一片工厂的宿舍啦 艾米丽呢这时候呢又翻开了第二页 这上面啊就是一个那个典型的那种纽约克的漫画 比如说就是那个那一天的那个夜里边就是一个一对夫妻来赴晚宴 旁边呢就有一行文字说 请原谅我们的姗姗来迟 因为我们实在是找不着停车位 这就是纽约的那个现实生活啊 一般这种漫画嘛都是带讽刺意味的 艾米丽呢匆匆的啊就在那翻那个整本的杂志 不过呢偶尔啊也会停下来 哎关于这一段啊她细读起来 或者呢好好看一个漫画一首诗歌 毕竟她还是懂英文嘛 看完了以后啊俩人就一块去公园转了转 海斯勒呢就问他说这个你觉得这文章里边有什么你觉得啊 我写的不太对的 我觉得你你把那个老板你的批评是不是太苛刻了 哎 海斯勒挺惊讶 还不是因为你从没说过那个老板一句好话吗 尤其是他老是想方设法啊 怎么能够勾搭上一个厂子里的女工跟他上床嘛 我明白 是我是说我不喜欢他 但我知道啊他伤害不了我 越往深处想啊 有时候啊其实我挺同情他的 你要真说吧 我觉得他其实是个挺可怜的家伙 海斯勒啊在弗林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艾米利啊 是他们那个班里啊 最有学习热忱的一个学生 他对美国文化啊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而且啊永远就会发现啊他在思考着什么 寻求着什么 有一次啊他还专门给那个田纳西州的一个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 说好奇啊这个乡村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啊 可惜啊这协会一个信也没回过的 他日记里啊写的东西啊 通常都是全班里边最有深度的 所以作为他的老师啊 海斯勒是特别希望他能够找到某种方法啊 继续他的学业和他的思考 然而如今啊感觉这个艾米利啊 海斯勒有点着急 就感觉他好像什么都心不在焉 呃包括啊他那么喜欢的英语啊 他也好像不是那么专注 这有点啊突然让海斯勒想起啊 有一次他在这个日记上啊就写过 就是关于他自己姐姐不是去了深圳了吗 完了姐姐有多成功啊什么的啊 这里边就讲过就说现在我姐姐已经在那那座繁华的城市待了五个月了 我想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们俩的对话 他还那么活力十足吗 艾米利好几回啊就告诉海斯勒啊 嗯就是好像找不到未来的意义 感到特别消沉 虽然说啊在别人的眼里边 他在深圳已经很成功了 有一份好工作 完了还在一个私立学校里边教着书 男朋友也在电器厂混的挺不错的 艾米利今年啊已经25岁了 在这个年龄啊 他周围的大部分朋友啊什么同学啊 都是结婚啊买房子啊养孩子了 出于某种原因吧 艾米利始终没法让自己干这些事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每到谈到这个话题吧 他总是说 哎呀 总觉得日常生活看着又琐碎又暗淡 总感觉就是财富积累 就那么日复一日 反正啊 艾米利是特别讨厌深圳人啊 一聊就是聊房子 买公寓啊 高价卖出啊 再买再卖啊 反正啊 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 有点像啊 就是你永远被困在你刚买下来的这三尺空间里边 然后呢又再不断的想搬到更好的三尺空间里边 反正一丁点的那种安稳平和的感觉都没有 艾米利的弟弟啊 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 所以一直啊 也保不住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也给艾米利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前不久啊 他还问海斯乐要了胡小梅的电话 胡小梅就是那个深圳电台 就是那个深夜聊天节目的那主持人 就是以前也是个打工妹那个 艾米利呢 而且还答应了海斯乐说我不到万不得已 我绝对不会打这个电话的 到了北京啊 这次艾米利就告诉海斯乐说 我去年啊 我终于给他打了个电话 那时候啊 是我弟弟的情况太糟糕了 海斯乐就好奇啊 说他那那个胡小梅对你有帮助吗 有 我们都谈到了这个关于我弟弟的问题啊 他真的让我感觉好多了 那他给你什么建议了呀 他就说 对我自己要有信心 其实人就是需要一个人鼓励吧 完了这个鼓励的这个人呢 要会说话 完了语气要平和 很多人其实找人聊天啊 就是闺蜜的重要性啊 在我来看 就是你可以倒垃圾 你可以吐槽 你把你的那个负面的东西啊 呱呱呱一说 完了呢 他耐心的听 或者是怼命两句 把你的那个负面的东西啊 不断的在上涨的东西 哗给你摁下去 其实就是要这么一个 你要真正要做什么 并不见得做 但是闺蜜真是一个血压法 太重要 在艾米利看来啊 如果说其他人对他的弟弟的那种与众不同啊 能够宽容一些 也许他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 他弟弟啊 上高中的时候 好多人就说是个怪人 而老师呢 对其他同学啊 欺负他弟弟啊 也根本就不加干涉 艾米利曾经问过海斯勒 说你看你们美国人 如何对待 比如说像这种心智不太健全的人 海斯勒呢 就给他推荐了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 但是啊 海斯勒也觉得自己啊 真的帮不上什么忙 因为他觉得啊 艾米利现在的世界 已经变得比弗林那个时候 要复杂的多了 而海斯勒觉得啊 作为一个外国人 嗯 他 他觉得他的那个观点和立场 帮不了艾米利 所以他觉得啊 没准艾米利啊 找别人聊聊 嗯 也许有点帮助 所以呢 在北京这段时间呢 海斯勒就给他介绍了一个美籍华人 嗯 叫米利安 郭 是一个女孩 那年六月啊 海斯勒正好是去 回美国了一趟 这米利安呢 就给这个海斯勒啊 发了个邮件 说前几天啊 我跟艾米利见面了 他看起来挺好的 嗯 我们俩呢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一起呢 他过来吃了个午饭 完了我们出去呢 一块儿逛了一会儿 聊一聊天 完了还一起呢 还听了听乡村音乐 也就过了几天吧 艾米利也给他发了一个email 说你现在好吗 我周日去了米利安那儿了 和他聊得特别愉快 我觉得他天生啊 就有一种 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那种本能 本事 我们聊了好多东西 包括乡村音乐 这乡村音乐啊 跟我想象的真的不一样 看字面啊 我还以为就是乡村里的音乐 原来乡村音乐就是鲜花草地 阳光溪流 还有人们的简单的爱情 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美丽和快乐的事情 那一年的夏天啊 艾米利结束了他的那个英语培训 回到了深圳 但是呢 他依然没结婚 也没买房子 他又工作了一年 在闲暇时间呢 他还是继续学习 然后啊 他就考进了重庆的一家研究生院 读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新设立的一个课程 这个是课程啊 是专门教你怎么跟不健全的孩子相处的 艾米利后来打电话告诉海斯勒 他被录取了 从他的声音看啊 大概这是他这么多年来最快乐的时光 还在深圳的时候啊 有一次艾米利给这个海斯勒写封信 就提到啊 说这个海斯勒嘛 因为不是写文章啊 写的这个 他的这些孩子啊 这些学生 这个艾米利就说啊 他说你不知道啊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 是你让我知道啊 老师和学生原来是可以这样相处的 你从不知道啊 我一读到你在我日记本上啊 写的那些评语 我那对多么的高兴 那种快乐 应该说减轻了我无数的焦虑 也促使我呢 去更多的思考 我特别喜欢跟你聊天 你也了解我的一切 但是啊 嗯 我总是觉得 每次啊 你在深圳啊 你做完了你的工作报道啊 你回北京的时候啊 我就感到一种空虚的恐慌 感觉好像我跟你在一块这两天 耗尽了我的一切 而我却一无所获啊 好多愁伤感啊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吧 好像时间有点太短啊 要不我接着说 说吧 海斯勒本人啊 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啊 他是不是这个教师 转到这个记者 作家这种身份转换吗 其实对他来说啊 呃 不是特别难 毕竟啊 基本色还是差不多的 他在这个世界 他还算是一个外来人 但是这么多年啊 他发现啊 就是比如说他是外来 可是呢 他又在这个世界呢 吸取了很多的信息 等于他是外来的呢 传达给这个世界 他以前的世界的信息 就是交换了 但是啊 每当这个他想起 艾米里前面说的那些话 他就意识到了 作为一个外国的记者 这身份啊 还是有很多不寻常的地方 你像他做老师啊 他就是把美国文化呀 什么文学呀 给带过来 带给眼前这帮活生生的学生 作为作家 好像 调过来了 他去 把这些活生生的人的东西 调出来 放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国家 美国 也就是说呢 他从人家这儿来索取了 每年啊 海斯勒都会去一趟纽约 就跟那个纽约客的那些编辑们啊 见见面啊 但是啊 海斯勒因为一直在北京这边嘛 所以他也很少能够知道啊 那时候也没VPN啊 什么的 反正他就很少能够知道 读者都有什么反应 通常啊 他一年啊 为这个纽约客 也就写个两到三篇文章 可是呢 纽约客的报酬真的好啊 这两三章就足以让他在中国 过简单的生活了 你知道在纽约啊 就这个纽约客上发表一个文章 他是按字写的 就是两块美 两块多 美金啊 一个字 哇你想啊 这就已经让那个一个字 就可以海斯勒就在北京吃顿午饭 没问题吧 那一个句子呢 吃一周也没问题了 再加上啊 他还给别的报纸啊 也写写信啊 所以呢 他觉得啊 嗯 他就是从 他这个世界的周围的人啊 是啊 找到素材 还提取出这个字句来 完了再把这些字句给卖掉 每次啊 他收到这个纽约客上发表文章 给他寄来的这个纽约客的这个本啊 杂志 他就一边翻呢 一边就觉得 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和那个发表文章的那个世界之间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呢 就造成了他的利润所在 就是因为两个世界 有区别 风格那么大 他才能够赚到钱 你要说大家都互相理解 你写的东西没人愿意看 有一篇发表的文章里啊 他讲了福林那些学生的一些趣事 而他觉得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些的文章的旁边啊 穿插着一个那个广告 这广告啊 是什么 一个什么银首式的一个广告 或者是一个什么大酒店的广告 或者是什么野花度假木屋的广告 反正你就跟这个福林这边学生的世界完全不大干 而比如说他写那个波拉特啊 那个那个二道饭的那个文章里边 他的文章第一句啊 就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买到任何东西 结果旁边你知道广告是什么吗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四百个优异学生一道 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好 不聊了 拜